本集由全台貓腳印店家香港PREXCARD 以及馬來西亞蓋牙卡店的贊助播出 快點養我來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芒果金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副熔岩蝸牛配火衣布的牌組 首先看到的百變塊 它可以進化成任何一階的寶可夢 但是必須等下回合才能進化 接著就是我們的衣布啦 衣布手貼任何基本的能量 你可以從牌組拿那個基本能量的屬性 進化成上去它的衣布 那個屬性衣布 那我們火能量貼上去就進化成我們的火衣布啦 來看一下第一招打30滴 可以從手上拿至多3個基本火能量 貼到你自己場上的寶可夢身上 好那這個是非常非常強大的充能手段 但是缺點就是你下回合一定會被挨一拳啦 就這樣子對不對 來第二招打190滴 必須丟掉2顆火能量 嗯這個傷害非常非常的高 也是相當相當的痛 來它的居差很酷喔 來打目的的火能量數量乘以20 所以說我目的如果有10顆火能量的話 我可以打200滴 OK接著就是我們的智慧心啦 一回合一次把手牌補滿3張 就是一個補手牌的手段 那攻擊招式的話 打60看對方前盤能量數乘以20 對方前盤有3顆 就打120滴 來接近日我們的蝸牛啦 來蝸牛這個7080滴 芒果覺得沒什麼差 你們想怎麼放就怎麼放 來蝸牛 首先小吃蝸牛 它的特性一隻一回合使用一次 從牌組拿一張卡 放到你的牌組最上方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代表說你下回合一定抽得到啦 那除了抽得到以外 你可以用智慧心 這個combo 來你放了一張 如果手牌低於3張的話 你就使用智慧心 直接把你需要的卡拿到手上 來再來就是我們看一下 熔岩蝸牛GX的特性 它的特性翻牌組上面 最上面那一張牌 如果是火能量 應該說基本能量的話 那你可以任意的 衝在你的寶可夢身上 嗯好 那這個衝在寶可夢身上的話呢 我們可以充給火一步 也可以充給熔岩蝸牛 正常來講就是看你前排是誰 那你就充給誰 用它來做擊殺 那它的攻擊倒是打50滴 那你可以丟掉 每一顆火能量 基本能量的話 一顆打 可是我們這回合只有火能量啊 所以我就丟火能量沒錯啊 好不好 我就講火能量 丟一顆打50 丟兩顆打100 那你如果丟三顆就打150滴 加原本的50滴就是200滴 嗯好 那它的GX直接噴對手5張牌啦 那這個GX應該用不太到啦 因為在我們火一步的GX 銀威面前應該是不會用到蝸牛的GX啦 有點鳥啊 好不好 那我們的火一步GX非常非常的酷喔 接著就是你看看小V 來小V的招式跟他那個火一步的GX 是一模一樣 打目的數量乘以20基本能量 那所以說你看正常基本上來講 就是我們的火一步 先開完GX之後呢 下回合讓我們的小V繼續開他的招式 哇那兩個打傷還是一模一樣 所以說你目的如果有10張火能量的話 代表說你就打200滴相當相當的痛啊 好點點放一張 來能量回收的話 芒果怕說我們的蝸牛如果真的不夠用 那充能量啊 或者是我們的很多東西需要丟到火能量的話 我們還是得能量回收回來繼續拿出來 例如我們的打火石 打火石丟兩張手牌 從牌組拿4張火能量 那這個火能量的話呢 有可能說我們會消耗的非常非常大量 所以芒果放了一張能量回收 就是以防說在後期的時候 你真的能量衝不出來或者是用不到 那我們還是盡量可以用我們的 能量回收把它撿回去 好那最後的話就是我們的交換兩張 應該後面都沒什麼問題吧 對不對 來高球市長來看一下火場地 這個零星火場地 丟一張手牌的火能量 然後抽牌組上面三張牌 也是個綠牌的手段 那我們整副牌就只有這一張場地 所以跟你講 省著點用吧 真的有必要用到的時候再下好不好 來竹籃4張立地在4張 來馬奧兩張特別講一下 為什麼放馬奧兩張 如果我的場上有兩隻熔岩蝸牛GX的話 我開一個馬奧代表說 我一定穩定貼兩顆火能量 哦好酷哦 有沒有發現 對 所以說你不一定要大小熔岩蝸牛配 但是小蝸牛有出來 當然是最好的情況下 因為代表說 你可以保證 你等一下要什麼 或者是下回合 一定拿得到你需要的東西 那我們的馬奧就是以備不時之需啦 如果我們真的是小蝸牛 被這位方針對打掉的話 那我們馬奧至少還可以救到自己的 一命 有沒有發現 好 那就頭巾兩張這個火能量12張 沒有問題啦 那12張的話 我覺得你要放到13張 芒果也沒什麼意見啦 因為我覺得應該差不多 不過13張可能好一點點 那你要拿掉什麼東西呢 你自己去斟酌 那這副牌 芒果放了4張巢穴球 為什麼 因為這副牌非常非常非常的吃鋪場 為什麼吃鋪場 因為我們的火衣部 如果真的 在前面的話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用火衣部來揍人啦 不管先手後手 那這副牌跟上次的火衣部鳳凰不太一樣 我們如果是蝸牛在前面就用蝸牛打 如果是火衣部在前面就用火衣部打 那火衣部在前面的話呢 基本上第二回合 我們就趕快打第一招 我說錯了 有可能會打得到第二招 因為你第二回合有可能會進化成兩隻蝸牛 然後來給牠充能 充能之後呢 就可以來做攻擊了 對不對 所以這副牌並沒有那麼嚴重的吃到我們的打火石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公煙蝸牛配火衣部的牌組 我們馬上來測試看看吧 呃 等一下 火衣部 欸不對 蝸牛對不對 這裡來熔岩蝸牛配我們的火衣部 來看一下對手吧 鬥超無 好看一下對手是什麼牌吧 呃 鬥超無感覺是蚊子呢 還是那個小人牌啊 小人牌的話 那我們就有一點點不太好打餒 我覺得啦 來看一下我們先看一下騎手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騎手是一步是不是 好 可以那這個手牌沒有很好 因為我們沒有綠牌東西啊 糟糕了 我們沒有綠牌的東西 好看一下對方什麼東西齁 翼獸環 所以是暴擊紋囉 好抽一張 哇 我這手牌 這手牌有點尷尬耶 你這手牌也很尷尬耶 怎麼辦 怎麼大家一起尷尬 欸我想一下喔 把邊桿出來沒關係 小V也可以出來沒關係 骨子嘛 我覺得留著好了 那頭巾的話 我覺得應該用不到 因為對方如果是暴擊紋的話 血量一百九 我是不太需要用到頭巾的對不對 骨子嘛 好啦先丟好了 嘖 有點尷尬耶 好吧拿捷捷吧 來莉莉愛 場地不要先下喔 剛剛就看到他還有水豆場了 所以你絕對不要先下 不然我覺得等一下被壓掉的機率 大概有87%這麼高 87% 懂嗎 好 我們先看莉莉愛 看到抽到什麼再說 應該有火能量吧 有了 來進化出來 我看一下喔 進化 然後 我想一下怎麼做比較好喔 吹風機喔 吹風機好像也不太需要 我覺得 再拿著小蝸牛 OK 換你 那等一下我有可能 應該是會打第一招啦 不一定啦 看他怎麼做 看他做的樣子 好不好 我不確定他會 好水豆場 你看還好剛好沒下喔 不然直接爆開 好爆機紋沒錯 那爆機紋 加 加什麼東西 爆機紋月亮吧 應該是吧 好竹籃 那重點是他下不來 下不來的話 等一下把他打掉的話 他傷害會大大降低 大大降低的話 那我覺得 嗯 還不錯 還可以試試看 還可以打 小爆機紋是不是 那小爆機紋 等一下我必須要躲過 那個時間點 嗯 好啦沒關係啦 打看看吧 好小狗月亮 OK月亮 加 呃 爆機紋 吼 那 這個是 之前的一線牌 那現在強不強的話 我不確定 火能量 想一下哦 場地線不要用 我現在沒有很需要 哎呦 我的那個小 我的小蝸牛 跑哪去丟掉一張 還有一張才對不對 嗯 高球噴兩張了 難怪 70 好 我覺得月亮可以先打掉 不然好危險哦 好潮瀉球 我覺得那是月亮還蠻危險的 目的沒有能量 嗯 不是啊 我是手牌 尷尬哦 想一下哦 他等一下有古芝麻對不對 好吧 我覺得他等一下不一定能殺我啦 但是我覺得也有可能殺到我 好吧 沒有 現在趕快 我覺得還是趕快先做吧 我們來一換一一換一一換一 試試看好不好 這樣子的話 我想一下 可以丟了可以丟了 我想一下 嗯 我們來丟個 交換不想丟 能量也不想丟 哇 什麼都不想丟 能量可以先丟啦 一二三四 好吧 先打吧 要手貼嗎 不要 先不要手貼 我覺得先不要手貼 一二三 想要怎麼貼哦 來 一 二 三 好像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好 古芝麻 意料之內 好 這個時候呢 我想一下哦 好 交換 換我們蝸牛上去 好 打丟一顆能量就好了 打一百 好 打丟一顆能量就好了 抽一張 又是交換 哎呀 我人物咧 我人物咧 快點出來 我人物啊 我能量先留著哦 那等一下我殺掉它的話哦 那它的那個就沒站立了 它的小暴擊就沒站立了 哎呦 學習裝置好酷哦 就有學習裝置 這有點屌耶 哎 來張人物吧 我想一下等一下拿什麼 一百九 丟兩顆一百九 我覺得我應該要保 我覺得我應該要保誰 我想一下哦 我覺得保蝸牛好了好不好 一百九 好我覺得我保蝸牛好了 要拿力力愛嗎 好拿力力愛沒關係 來交換 我們活一步上 可是等下會被雙殺吧 會不會 等下活 不會 他如果不可能雙殺我 他 他 他不一定會打我 因為 他如果用第一招的話 代表說我活一步 一定不會死 但是他不打我的話 代表說我活一步 下一回有可能又殺他 所以他要去做抉擇 所以我覺得這一招 OK 好來 他要做抉擇 你要打第一招的話 代表說 你就不能殺我活一步囉 如果你要第二招秒殺我的話 代表說我的 我的 我的烏龜是可以秒你的哦 注意哦 好 芒果這一手 你們懂我的用意嗎 你們懂我的用意嗎 看你用哪一招 看你用哪一招 好 一手環 那你要打哪一招 這就是個重點了 來 重點重點 4 5 6 7 好 一手環怎麼貼 你要貼給誰 小暴擊文 好 能量回收 好 你要怎麼打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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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做抉擇 你打第一招的話 代表說 回步有可能 等一下有可能會沒有 哦 馬下躲 好啦 馬下躲OK啦 反正我手排沒有很好啊 我等一下讓我進化一隻大蝸牛 你就爆了 大蝸牛加能量 有了啦 應該有吧 沒有耶 好 你要打哪一招 你要心裡要打哪一招 因為我的 哎呀 我沒有 我沒有抽牌東西耶 想想看哦 沒有抽牌東西 大蝸牛沒出來 你要打哪一招 你先想你要打哪一招 我比較希望他打第一招啦 我比較想想 希望他打第二招啦 他打第二招可能比較好一點 哎 第二招耶 OK 太好了 大蝸牛出來了 好 我覺得應該是贏了啦 沒什麼問題 應該贏了啦 我想笑 等一下 我想笑 我想笑 一部還有對不對 一部還有 五張 五張 五六七 一百四 OK贏了啦 應該是贏了啦 沒意外 九九八贏了啦 有一部耶 還在 好 我拿一張一部 一部跟什麼 我想笑 一部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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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隨便吧 好 混量好了 好 就像這樣子吧 然後 丟 貼給他 然後 我直接來做攻擊 來 全丟 你看 芒果完美的 逃過了 小暴擊文的那個 四張獎勵的階段 有沒有發現 完美 逃掉了 那等一下 小V 直接進化 好不好 直接進化 為什麼 我剛剛這樣放呢 因為我一部拿出來之後 我直接 骨子馬開 巨殺 他就死啦 對不對 我目的總共有七八張能量 打一百六十滴 一百六十滴 我不管殺誰 我都要殺得掉 各位有懂 懂我在說什麼嗎 那他現在勢必要洗我的手牌啦 不然 我剛開馬奧了 好 竹籃喔 那他應該也沒有馬下躲 不可能放兩張 文子不可能放兩張 那所以說現在應該是GG了啦 喔 雙五喔 他是賭我沒能量嗎 一定有 我都開馬奧了 不管怎麼樣都有啊 不過我不想用蝸牛打你 我想用一部GX給你們看 我開一部GX給你們看 其實我小V也可以 然後各位進化 我們今晚的回部 來我開GX給你們看 GX我目的總共有八張對不對 八張火能量我可以打一百六十滴 看一下 我的火能量總共有八張 那我打一百六十滴 殺誰都可以啦 沒什麼差對不對 來我直接開GX給你們看 我們來殺個這個 來十字衛星 好我開GX給你們看 來GX一百六十滴 砰 哇 讚讚讚讚讚讚 各位 火衣布加 熔岩蝸牛的威力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上次芒果介紹的 火衣布加鳳王 你們喜歡哪一種的話 自己去決定啦 因為我覺得 這個的操作難度 其實還真的蠻高的耶 那對方這部牌就是標準的 之前的賽場牌啦 那現在有改可能改過吧 那我們這副的話 其實我覺得算是有一點點 不算一線牌喔 我覺得不算 但是快接近一線的一個 強大打點的一副牌組 因為這副牌打小人牌 其實也沒有很多大的優勢啊 你懂嗎 好那這副就是我們的 火衣布加熔岩蝸牛的牌組啦 那我們今天的牌組解說 都介紹到這裡了 拜拜 喜歡芒果的影片請按讚 想知道更多PPCG 歡迎訂閱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追蹤直播 芒果最新動態 都在我的粉絲頁 及IG 我們下次見 班牌 我也沒有 我 有 搜尾 還有 沒有 我 親 有 在